好 我們聽完民眾的反應之後呢 再來聽聽專家的看法 我們現在就電話連線給男家座3C達人王仁俊 請他為我們分析今天蘋果發表會有哪些亮點 王先生你好 是 主播你好 你好 那請問王先生 蘋果公司在今天發布會上面 正式公布了新的產品 Apple Watch 的規格 而 Apple Watch 有哪些新奇之處呢 好 Apple Watch 他今年呢 他今天在早上宣布了 他即將在4月底要開賣的Apple Watch 那這一次蘋果發表了三種不同的款式 他從最基本的運動款 就是Apple Watch Sport 到標準款Apple Watch 然後到最高級18K已經打造的Apple Watch Edition 也就是經典款 全部都將會推出男表和女表兩種大小的顏色 那這次Apple 從2010年來 從iPad的第一代到現在 這麼長的一段時間以來 他第一次推出完全創新的產品 那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他從去年底 iPhone 6的發表會一直到現在 相信已經有非常 已經累積非常非常多的蘋果 你都迫不及待等著這個新產品上市 那值得一提的是 那你不管哪一種Apple Watch 他都一定要配合iPhone才能使用 因為Apple Watch的功能 他其實是iPhone的一個延伸 像是你要看Facebook 或是Instagram這種即時的更新 撥打電話 回簡訊 GPS Sherry 或者是用你最新那個Apple Pay來付費 以後 這種事情呢 你iPhone都不需要拿出來 全部都可以透過Apple Watch來執行 好 其實我們知道呢 市面上已經有不少類似的產品 各家廠商呢 更是爭先恐後的推出 那現在的蘋果公司 第一次的初級 你看好他們的競爭力嗎 其實這個 我個人目前是處於 有一點保留的態度 因為呢 他其實這次最好奇的是 這個Apple Watch的價格 那他的價格呢 從最基本運動款 是在350到400塊美幣之間 標準款會稍微貴一點 在550到1100塊之間 那為什麼我會說稍微呢 因為 因為在接下來 就是18K金 他的經典款 價格大概會是在美金 1萬到1萬7千塊之間 那這個價錢 對大部分人來說 簡直就是天價 那其實但是也出現了蘋果 他想要打進這個高檔手錶市場 像是Rolex 或是Omega 這種精品品牌的 他的野心 那目前 現在在市面上主流的智慧型手錶 大部分都是用安博系統 那去年這個下半年度 有大概6大廠商 他們包括 Samsung 華碩 LG Pebble 這些公司 他大概一共 加起來大概賣出差不多72萬支智慧型手錶 所以 所以其實這個Market呢 還很大 那Apple比較晚進來 但是沒有關係 有還有這麼多的人 期待要買這個智慧型手錶 那蘋果目前出貨估計 可能會從數百萬到上千萬 好 那最後要請教研究室 除了Apple Watch之外 這場發布會 還有哪些亮點 值得民眾來注意的 這次發布會上面 他還宣布了這個12吋的MacBook 那跟以前不同的地方 是以前的 到這幾年來都是MacBook Air MacBook Pro 那這一次全新的是一個 以前沒有看過的是12吋的 是一個完全更新的一個款式 裡面會用這個微軟 他最新推出14耐米的處理器 那這種處理器呢 會基本上讓他電腦 是完全不需要任何的風扇 那散熱功能會不會 不會像傳統電腦的這種散熱的問題 那這個電腦會出有三種顏色 也是完全突破以前的慣例 他會有灰色有銀色 然後當然也有現在最受歡迎的金色 所以這個是他這次發布會上面的 另外一個新產品 讓大家非常期待 好謝謝王先生的經典